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 40岁车型老板李志浩7日朝双北交通枢纽中 镇桥是枪榴弹物及36岁吴姓女骑士的嘴巴 造成五女脸颊破洞 牙齿断裂 舌头显断 蛋袍还留在口腔内 紧急送医后无生命危险 台北地院治理男犯下杀人 未遂重罪犯后葬墙丢弃气瓶等行为 又涉及阴灭证据 九日裁定积压 北院认为 李南持有聚杀伤力的空气枪及牵制子弹 戒任一朝双北交通枢纽中镇桥开枪 犯后又将枪指所用的气瓶 牵弹射击用的铝盒丢弃 并藏逆枪支 有阴灭证据之余 且李南触犯重罪 常伴随着高度逃亡或阴灭证据可能性 被逮后攻词避重就轻 有积压必要性 五女七日凌晨一时取汽车行径中正桥下 土感面部疼痛 听车检查发现 脸颊破了一个大洞 牙齿也脱落 口齿不轻 向一百一十九求救 到院检查 舌头受创严重 差点断裂 医生紧急处理 从嘴巴中起出一颗蛋头 检警追查发现 李志浩要求二十二岁员工李定勋在桥墩上贴把纸 自己则在车行旁七楼持空气枪射把 桥墩上共有十一处弹灼点 结束后李定勋还会去捡蛋头 为了李志浩枪法不准 波及其惊热躯的无辜无女 两人随后被查棄到案 否认有杀人犯益 台北地检署八日 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桃利 预令李定勋五万元桥 保另一杀人 未遂罪生雅李志浩 法院九日凌晨整压